底下一堆泰國人在那邊 咚咚咚 好像全部都要獵殺我了 材料有 毒琴、毒蘿蔔、烏頭的汁液 白羊葉、梅、蒼蠅、蝙蝠血液和嬰兒的脂肪 大家好,這是王公 我們小時候都有飛上天敵願望 你們知道其實中世紀的時候 很多的書籍跟壁畫就有記載的 女巫們可以騎著哨帚在天上飛翔 而這件事情呢 其實就是靠這一罐飛行軟膏 他們就是會把這個飛行軟膏吐在身體上面 就擁有了飛翔的能力 不過後來女巫這個職業越來越笑聲匿跡 就跟當時中世紀天主教貪腐、新教的出現的關係 所以有可能現在 還有女巫的後代存在這個世界上 擁有著當初女巫的那些技術 今天呢就是有一罐女巫的飛行軟膏 我就是不會說是我去義大利的時候 在一個區塊才能夠網路上買的 等一下我們來試試看這個飛行軟膏之前 跟大家講一下 女巫這個職業呢 在我們的印象中是非常的神秘 並且不可考的 但其實不是 從14世紀呢 其實就有書籍一直被流傳 在網路上呢都是可以買得到的 女巫就有說到非常多女巫的質額內容 女巫其實就像是現代的藥劑師加上 占卜師以及民意代表的結合 因為女巫在古代 是必須精通草藥學以及占心術的 精通草藥學的 他們在醫術不發達的那個年代 會幫民眾治病 占心術呢 他們就會幫民眾們占卜 從外在的治療 加上內在的體點 指著很多當時的民眾 紛爭的時候 都會請女巫當代表來協調 其實就算是一個很崇高的職業 不過就因為獵巫行動 所以他們慢慢的銷聲匿跡 但是呢 他們仍然有一些技法 被大家保留下來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土毒看這個 飛行軟膏試試看 走吧 我們去停機坪 各位的大家 我們已經到了這個停機坪 以後想出國呢 就交給我 民航師王狗 燈光下來呢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女巫軟膏 葡魯裡賣的是什麼藥 它就是一個非常鮮紅的液體 所以我才著裝這個飛行裝備 讓我的衣服被弄髒 傳說呢 女巫就是塗了這個 飛去參加黑迷薩的機會 會不會我等一下塗了飛起來之後 被民航局審問 那我要告訴他說 我是因為塗了這個才飛起來 你不覺得這個情節 比炸雞起 預期還要荒謬 台灣上空竟然出現一個海綿堡 我要再飛行 起飛前呢 我先來聞聞看它的味道 不對 我盲采裡面有薄荷 我的手已經沾到了 所以我是不是手已經可以飛了 過航空準備起飛 3 2 1 啊 大家看我這個樣子 你覺得很像什麼 《殺人》小說裡面會出現的變態清潔工 既然現在沒有他人在場 我們就來飛翔看看吧 對 我是覺得這個行為很荒謬 但是我竟然都花了 100多美金買了這個東西了 只能試試看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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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3 2 3 就是一个迷信 于是呢 我就找了更多的资料 我发现 14世纪杜撰的书呢 就有写到这个女巫软膏的原料 一本书里面就写到 女巫需要的原料有 独麦 浪荡 独井 红树粒 黑树粒 包心叶 马神菜 各0.0648克 并将上述的材料与油 以4比6的比例混合 每31.103克的混合物中 加入 1.296克的 迪比斯鸦片 另外一本书呢 需要的材料有 毒禽 毒萝卜 乌头的汁液 白羊液 酶 仓 蝙蝠 蝙蝠血液 和婴儿的脂肪 先把毒禽跟毒萝卜搅碎 再挤出乌头的汁液 混合白羊液 酶 蝙蝠 以及 蝙蝠血液 跟婴儿的脂肪 还有1比1的油 全部继续搅碎 加温至6、70度 再放室温下 静待48个小时 稳定结构后 就是所谓的 飞行软膏 所以我刚刚 那个红红的 该不会是蝙蝠的血液吧 难怪我说有点血的味道 不过呢 从这两个原料之中 我们可以发现 它里面的一些植物 都是有毒植物 而且呢 还有 可以让人家置换的这种材料 所以就有很多人说 搞不好他们涂下这个 只是产生了置换感 以为自己在飞翔 小小网路上也曾经有 两个德国人 照着这本书的原料 去制作的飞行软膏 涂在身上之后 他们当下 就昏迷了 并且醒来之后说梦到刚刚自己在飞翔 所以呢 我认为 这个东西有极大的可能 它只是一个 迷幻剂 至于我呢 我现在目前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身体痒痒 而且 我这边 有点刺刺的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只有这边 听到那个蝙蝠血液 之后我觉得 现在有点不舒服 不过因为我也才涂了 不到30分钟 我们就稍微等一下 有什么生理反应 我们先来吃晚餐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优人的瓜子 哇 扣碎了 就是要再来一盒巧克力 那我今天的晚餐就 完美打餐啦 耶 现在吃一个这个 黑鲁鱼赤背 哇 这个醋饭呢 吃我自己调 滋味不错 然后这个巧克力呢 绿色这一颗好像很屌 辣椒巧克力 非常的特别 咬下去你不会觉得是辣椒 前端有一个咸味从你嘴巴散开来 但是这个咸味外层又包覆着 真果酱 所以中段你会感觉到 很浓厚的真果焦糖味 接着在尾韵的时候 5秒钟吧 你才会突然感觉 诶 有一个辣味 可是那个辣味是不会吃到你 舌头痛的那一种 总体来说 很有层次 满掉 对不对啊 不是还在拍女无意傲告吗 至少我目前 唯一就只感觉 好热 因为我现在身上已经开始流汗了 刚刚涂软膏的这个刺痛感也还是没有消失 那其余呢 目前我是没有什么太奇怪的感觉 为大家现在是睡眠时间了 哈哈哈 现在时间已经经过6个多小时 差不多要睡觉了 然后我的身体呢 还没有任何的 感觉 一切都非常的正常 我在想两个可能 一个是这个女无软膏的成分 本来就 不是那么的 原始 然后另外一种可能 只真的有用这些植物的成分 不过 浓度不够 让我还没有到那种 中毒 产生致患的现象 不知道 如果以玄学来说的话 我会不会 睡着之后 就突然 梦到 我在飞 可能就要等我等一下 睡觉的时候 再看看 如果有的话 你们就会看到这支影片 还有后续 如果没有的话 现代医学胜过了过去的 玄学 各位大家 你们可以看到这支装扮 非常奇怪对吧 因为呢 这一直有一个 震动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 好 不重要 因为呢 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是没有梦到飞行的梦 可是呢 我却做了另外一个梦 在那个梦里面 我的人 是在泰国 在一个民灾里面 好几个泰国人 想要追杀我 结果呢 我就躲到天花板 这样撑着 看了一阵子之后 第一个泰国人没发现 第二个没发现 结果到了第三个发现 不然我觉得 我好像要命危之后 突然我的一个朋友 他就突然 骑着一个龙兽 像一个石鹫 就冲过来接我 然后就坐着这个龙兽 飞上天空 结果飞上天空之后呢 往下看 下面全部都是那种 宗教的大佛 还有那种 古老的木桩之类的东西 然后底下一堆泰国人在那边 咚咚咚 好像全部都要 猎杀我的这种感觉 可是那个梦 我觉得非常的可怕 也非常的真实 下面就有泰国人 就有那种火箭 想要射我 我就从神兽上面被射下来 到了地板之后呢 我就发现 我处在一个 迷雾森林之中 被绑在一个木头上 周围有很多的人 对着我做法 很像我是一个祭品 我就一直挣扎的想要拖 可是我身边 不断的传出一个声音 跟我说 然后醒来之后呢 我就突然想到 这个故事 跟我之前看过的一本 黑魔法书籍里面讲的 丑诗参咒 好像非常的类似 所以呢 我下一集 就想要来做做看这个 关于丑诗参咒的 都市传说 我们就准备 下集见